大家好 由于这段时间太忙了 杜尖花已经开拜 都没有时间给它直接的修剪 那么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分享 当我们的杜尖花花谢之后 要如何养护 才能让它在后期长得新鸭多 也能够如期开花呢 首先呢 我们就是把这些残花给它处理掉 就是给它进行修剪掉这些残花 由于这些花朵丢穴之后 被以水淋过了 就引起了发霉 就是续菌感染 那么我们给它修剪掉之后 就要往这个脊柱进行杀菌 给脊柱进行喷洒杀菌药的话 一般都是给它使用这种 内饰型的杀菌药 甲脊柳菌磷 它是一种低毒的 而且它又是一种针对性的 针对叶斑病还有糖菌病 黑斑病等等的这些病害 使用的方法呢 就要根据说明书来试试水 给它喷洒 它具有较强的渗透性 就有效的把渗透脊柱里面的 一些病原菌给杀灭 这样呢就可以预防 黑斑病 叶斑病 碳菌病等等的这些病害发生 这样呢才会使这些心掌的叶片 健康的灼掌 接下来呢就是由于开败了 我们就以氮肥为主 就是给它使用这种原液氮肥 每隔十天适用一次 给它兼职使用了三次 一方面呢可以补充植株 开花时消耗的养分 另一方面呢又可以促进它 长出更多的新鸡新叶 为植株顶端结出的花蕾 创造条件 有的人种植的杜菌花 开花之后就给它丢到一旁 既不给它管理 也不会给它施肥 这样的话想要它二次开花 是非常难的 只要当它开败之后 我们就要及时的补充养分 就能够让它快速的恢复生长 而且呢二次开花也比较快 使用方法呢就是准备一件 好生的清水 之后再给它兑入一克 给它搅拌中分油解 然后呢就一次性给它焦透 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在散色光处 避免强光照射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